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Vicky O英文 這節由Michelle和嘉賓Michelle 你好 你好我是Vicky 先和大家看看內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內地股市收市全市向上 常證綜合指數升為35點 負2653點 互相300升為59點 負3306點 深圳成分指數升為235點 負7999點 創意版指數升為44點 負1316點 行指方面今天升為197點 收報28143點 國企指數升為60點 負11016點 大股成交率有880億 Michelle看到A股今天服侍 雖然人民幣跌得多 今早中間價較上下調414點 但是看到A股港股的勢依然很強 A股首日紅盤高收 令原本低開的港股也越來越強 曾經在收市時接近全日最高位 再一次升穿28,000點的關口 師傅現在的市場其實也不太跌得下 但是否可以繼續在28,000點的關口向上走呢 我自己會看得深深一點 你說其實今天港股本身 即是初時開始的時候 走勢都比較牛皮一點 但後市都是在A股的一個支持之下 慢慢收市時都見升了將近200點 但你說這個因素會不會真是長線 或者說是短期這一兩個星期之外支持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始終都要看回 今個星期大家看到美國方面和中國方面的貿易談判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超乎預期的一個結果 你說如果一個結果是好的 當然事有希望繼續去夾上 但你說至於怎樣去定義大家之間的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果 這件事很難說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之前那兩輪談判 其實都沒有真是說一些很實質的成果出到來 而今次大家其實都看著 雙方會不會就住一些核心問題 例如說在知識產權上 中國會不會作出相應的一個讓步 但我自己就覺得這個讓步出現的可能性 即是不會說真的特別大 始終中國其實日本有很多的一些 對於一些科技也好 醫藥也好 順積化、工業化這些計劃 2025年之前都一定要做到 我不覺得它短線三個月之內 可以對於這些計劃有什麼大方向上的一個轉變 而另外美國代表其實都知道中國可能未必真的會作出讓步的情況之下 都很強硬地要求見到一個具體怎樣去落實的措施 出來怎樣去執行這件事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都考起中國的領導層 怎樣去跟美國方面溝通 所以其實我對貿易談判看得沒有這麼樂觀 我相信市現在都是持著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是看到過去的一段時間 其實無論是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反彈上來 這一輪反彈浪其實都由大概19年 我想19年的年初都開始去到現在 都已經反彈了差不多三千多點 而這一輪的Risk on 我覺得都跟之前大家預期回美聯儲的轉甲的一個態度 以及預期回美國的經濟未必真的那麼差 這件事是有一個預期在的 但正正是因為這件事在美國的經濟相對全球環球的經濟來看得好一些 特別是你看到歐洲方面都調低各地區的一些GDP的一個增長的展規 還有一些新興市場其實都看到經濟的增長壓力 看到可能印度方面都已經開始減息 在這些情況之下 2019年對於美元或美國經濟的那個看法 相對來說美國可能會是站得比較硬正一點 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元會不會重新走回強勢呢 資金會不會流入美國去尋求一些資產避險呢 我覺得這是有機會的一個情況 還有看到如果未來可能因為美國出的一些經濟數據 譬如說之前公佈的一些就業數據 一月份的一個製造業的數據 包括一些房屋的銷售數據 其實都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之下 現在對於聯儲局19年暫停加息甚至減息的預期 會不會有相應的下跌呢 而這個又會不會令投資者重新由Risk On模式轉變為Risk Off 這件事其實後市需要擔心得比較多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去到28000這些關口去增持 後市其實都真是本週短線來說 看回貿易談判的一個結果 結果出爐之前 我相信市場可能都會是27500至28000這些位置 去有一個上落的格局 你說之後如果真的有一個很正面的結果出來 不排除繼續有得上衝 甚至去到29000都有可能 只不過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就相對小一點 但短線來說 我覺得都是維持27500至28000這個水平會比較好 不過看回今天的市場 要數到最強勢的板塊 看到手機設備股一定是其中之一 看到信譽就升超過7% 瑞昇也升超過5% 因為看到同業大立光 近日公佈的一月營收數據就有驚喜 按月回升4% 令市場都衝警 其實手機設備股 那個一月的數據也都應該會向好 而實際上看到信譽 他的主要客戶華為 最新公佈的第四季 手機出貨量都急升2.3% 市佔率也達到2.9% 市佔率第一位 摩根泰東亦都長好信譽 預計一月產品的負運量 同樣都是正面 亦都預計華為手機 P30 Pro 將會引進三鏡頭的產品 每個模組成本 達到創歷史紀錄的 60至70美元 之前大家都看手機設備股 是淡一點的 誰知大立光的數據 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板塊又不是那麼淡 其實這個板塊算不算是雨過天青 不會是這麼快去到雨過天青的地步 始終你說手機出貨量 手機設備的板塊 都很關乎手機出貨量 但是你說會不會現在這一刻 因為大立光自己的數據 可能按月有一個4%的升幅 對整個2019年 覺得手機銷售都會看得好一點 我自己會比較審慎一點 暫時覺得可能性不大 只不過今次大立光的數據 其實它按月真的有低單位數字的升幅 反映整個向下的趨勢有所改善 但大立光自己這個數據 其實按年都是有要跌回5% 所以其實按年來說 都是相對來說比較弱勢一點 至於說到會不會跟信譽方面有一些啟示 大立光跟信譽其實一定是一個競爭關係 也有些聲音會說到 其實你看到今次大立光會做得好一點 會不會是因為他可能 因為之前大立光在九月份左右 或是之前 有些市場佔有率的確是被信譽拿走了 當時大立光剛新興了兩間廠 他的糧率是有問題 產品的糧率其實未必做到那麼足 現在會不會是拿回信譽的單位 我覺得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始終雖然他們兩個是競爭的關係 我自己會覺得大立光相對來說 做的那些手機鏡頭的像素始終是高一點的 他們其實M的那個手機鏡頭的客戶 未必真的正是同樣的一群客戶 雖然譬如說兩者都是信譽的大客 但其實兩者都是華為的大客 看到華為這次的數據那麼漂亮 其實華為都有分不同機型 譬如說它的旗艦機去到最最高的那個鏡頭 是要去到400萬像素的 譬如說你之後見到它新出的那個P30 Pro那部機 就是一個400萬像素搭載240萬 但亦都有一些中價機型 搭載可能是 譬如說這陣子都看到地鐵站買廣告的Nova 4 其實它搭載2400萬像素為最高階的一個鏡頭 之後搭載1200萬像素的一些鏡頭 其實大家的那個 我覺得在整個手機出貨量 譬如說信譽都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下 譬如說華為都做得比較好的情況下 信譽的那個手機出貨量 是有機會跟大立光一起去上升的 因為其實他們M的那個像素的鏡頭 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Point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到 其實雖然那個出貨量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但是始終對於那個信譽來說 大家是會擔心它那個毛利的問題 其中一個毛利問題就包括它本身的一些原材料的成本 是要用美金計價 但是自己就會覺得在過去的這個季動 以及再之前可能第三季來比 那個人民幣的那個跌幅 或者說去到第四季人民幣 其實對於美金的那個升值的空間其實是有在的 其實都反彈了一層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於這一方面來說 去到第四季 對於信譽它整個那個盈利狀況 是有機會有一個改善的情況 只不過大家都會比較關心它那個毛利率 會不會有一個繼續下跌 或者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跌幅的情況 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 其實都已經是對於市場來說 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信號 所以其實現在我覺得對於信譽 其實是會看得比較好一點 只不過是信譽其實這個憧憬由低位 可能由之前到現在已經是反彈了近三成 就未必說在現在這個時候 再去進行一個 即現在才來部署 加上其實信譽都算是一隻高比塔的股份 不排除你說如果之後大市可能回落的時候 它都會跟著回一層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未必看得那麼樂觀 始終已經去到87.5%距離它低位 可能成60元的位置 50多元的58、60元這些位置都反彈了很大的一個水平 所以我會建議其實如果真是想買入 不妨等它回到可能去到70元 75元這些位置的時候 才再進行追入 而其他的一些手機設備股 例如說瑞昇這些其實今日的升幅都比較大 但是瑞昇在過去一個季度來講 始終是流失市場佔有率 所以這些股份 相對來說就未必看得那麼好 也不是整個板塊都已經是雨過天青可以逐隻追入 好啊 瑞昇暫時就不要追入 不過看到這些新經濟股 其實今天都很強硬 好像美團和小米又可否追入呢 看到美團今天都升超過7% 小米升4% 因為MSCI其實今天會公佈指數季度檢討的結果 其實市場都衝勁 小米和美團都可以入貌 不過其實這兩隻新經濟股 其實市場的看法又不是那麼厚 好像最新摩通也已經下調了 美團的目標價超過6% 而小米之前也有大和搶探 他指今年其實小米的手機需求藥的目標價都是$11 其實跟現價就差不多 兩隻就算是被納入為任魔的話 其實是不是都不應該再追呢 其實我自己會看得審慎一點 但是始終你說如果真的納入了MSCI指數 都不排除在追貨基因追貨的情況之下 短線會有一個繼續向上的勢頭 但是你說這兩隻股份 比如說美團這些 其實始終他那種升幅 我覺得不僅是關於MSCI事 始終看到他之前那個平台的勇金抽成 都不斷地在上升 最開始的時候15% 到今年1月初的時候 都已經是抽到上去22% 他不斷地提升那個抽勇的百分比 都令到他的變現率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改善 加上其實除了外賣服務之外 他酒店服務相對來說 雖然佔比很小 但是毛利率很高 如果他一旦遲些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延伸 我相信對他的一個扭規為盈會有一個幫助 但是說到扭規為盈 其實現在大行對於他2019年的看法 始終都是 2019年都始終還要虧損 這是其一 其二是 現在他的那個融戶 移動用戶的覆蓋率已經是去到九成多了 美團他要再去擴大他那個用戶的基礎 我覺得可能性就不會很大 現在的關鍵是怎樣保住目前的用戶 以及將目前的用戶去變演 但只不過是說他現在怎樣將一個這麼龐大的用戶基數 去做一個變演 這個process 暫時來說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微資數 所以基於這個微資數 其實都真的不會看得太過樂觀 加上其實見到美團 其實現在由低位反彈都已經五成多的情況之下 再進入就真的比較危險 但是小米的話 其實我覺得相對比起美團 他的盈利確定性會相對高一點 始終做手機大家有板有眼去看 雖然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出貨量 看得不是特別好 加上其實剛才見到的數據出來 其實你看到華為其實做得那麼好 都知道小米其實未必真的做得特別好 都看到他其實是第四季出貨量 都要減了三成四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算講到說 這些比較負面的消息來說 我相信市場是會對這些消息 不斷地做一個prop high 但是現在對於 除了手機方面之外 對於5G的那個衝景非常之熱烈 小米其實都還有一個密聯網的衝景 所以我覺得應該等這一輪 可能在這一輪的手機的出貨量比較差的 這個因素 price in 了之後 可以再去考慮 吸納回小米轉頭 不排除你說 短線可能都會有一個 未必又好像美團那麼大的一個升幅 甚至會有一個回落的情況 但是你說如果他回到 大概10元邊這些位置 都真的我覺得可以去進行買入 但是都少著吸納一點 因為始終手機設備板塊 不會看得特別正面 還有那個風險性 我覺得都還是比較多 只不過是對比你說未營利的一個美團來講 他的確定性 相對來說是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會 prefer 小米 好啊 謝謝Besha 這麼詳細的分析 亦都和你申請問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報告分 沒有持有的 謝謝 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 跟Besha 就聊到這裡 好